47岁男星林志颖车祸受伤的事 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 但经纪人透露家属不希望公开伤事 而林志颖弟弟表示 车祸后的两天很关键 看得出来林志颖的伤事还是很严重 最新情况也来了 据医师透露林志颖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但因受到剧烈撞击 加上脸部 肩膀 骨头都受损 胸腔 腹部都还是要持续观察 林口长庚 院方也表示 目前林志颖的太太及家人在医院陪护中 据悉林志颖多处骨折 脸骨碎裂 可能需要花时间重建 此前 林志颖妈妈 老婆陈若宜都在医院里陪伴 林志颖虽然意识逐渐恢复 但似乎还是无法表达 林志颖哥哥更是报 其有时人会昏迷 目前还没有完全回复清醒 接下来还得进行观察 说起来这场车祸实属令人意外 林志颖本人就是经验丰富的赛车手 在赛车上经常发生碰撞都没有事 这次只是走在普通车道上 却直接撞指示杆燃烧起来 要不是路过的人以及附近的工人看到情况紧急 连忙协作拖拽出林志颖跟儿子 燃烧的车子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将林志颖亲自救出的路人也受访 表示当时车子已经冒火烧起来了 自己也很害怕爆炸 但依然坚持将撞到失去意识的林志颖 死命地拖拽了出来 林志颖弟弟也在记者会上重点感谢了建议勇为的民众 表示是他们救回哥哥的一条命 因为在救出五秒后 车子就疯狂地烧了起来 据该路人表示 林志颖被安放在人行道上时 一度试图起身 他连忙告诉林志颖 儿子很安全 没事 林志颖才比较放心 而媒体采访到警方 对方表示林志颖出车祸时没有系安全带 而他被救出时 整个人缩进驾驶室 导致脸部和胳膊以及身体多处骨折 这种情况要么是开了自动驾驶 本人去低头捡东西 要么是没系安全带 谎神 另外 林志颖让未满12岁的儿子坐在副驾驶 可能面临处罚 6岁的儿子发生车祸时就在副驾驶 应该是系了安全带 但林志颖没有 导致车祸撞击后重伤 车祸发生后 整个车子的车头全部烧成灰 随后 车子残骸 疑似被送到台北市内湖特斯拉营运总部 推测应是要寻找车祸起火原因 虽然林志颖状态稳定 但是她的脸骨碎裂 多处受伤骨折 对身体肯定会造成影响 也是令人唏嘘 林志颖曾说 自己因为赛车 导致颈椎 腰椎 胸椎 全部脱位 就连医生都下通牒 要她不要再开 但她认为赛车是跟自己的比赛 而不是跟别人的比赛 超越自己比战胜别人更重要 然而如今 她却正常驾车发生车祸 不知是不是过于大意 所以任何时候千万别大意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希望林志颖早日康复起来 接下来说 林志颖最新进展 仍陷入昏迷 医生不敢手术 曾称特斯拉堪比跑车 林志颖仍然在医院陷入昏迷 医生目前的诊断是 观察两三天 再考虑是否能动手术 关于具体病情 车祸原因 尽管林志颖的家人和经纪公司 第一时间召开了记者会 但是在林志颖醒来 和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后 林志颖的家人 都没有给出明确回应 只是反复表示 接下来的两三天 是救治林志颖的关键 因为疫情的原因 目前医院只允许留一位亲人陪床 所以现在医院里 陪在林志颖病床前的 是她的老婆陈若怡 而林志颖的其他四位兄弟和妹妹 妈妈已经各自回家等待消息 甚至林志颖那位 在夜市开长粉店的大哥 也已经回去继续开店了 至少从林志颖家人 给外界的感觉来看 林志颖的身体情况 并没有个别粉丝 猜想到的那样糟糕 如果一定要用什么词 来形容林志颖的车祸 那就是离奇加匪夷所思 就像冥冥中 有什么未知的力量 在牵引着一样 头顶明星光环的林志颖 有着职业赛车手 比赛冠军经历的她 开着号称安全系数不低的 价值达400多万的电动汽车特斯拉 居然莫名撞上了路中间的隔离带上 瞬间燃起大火 车毁人未亡 是因为幸运 是因为现场热心市民 第一时间把他和二儿子 从车里拉了出来 事后 参与现场救治的恩人之一表示 拉林志颖从车里出来时 特斯拉车头已经开始起火 且火势燃烧很快 而林志颖的脚又未卡在里面不能动 他们不是不害怕车辆突然爆炸 可是他们无法眼见一个男人 被活生生地烧死 也就是在众人七手八脚地 把林志颖从车里拖出来后的五秒 价值400多万特斯拉被火蛇吞噬 燃烧后只剩下个空架子 林志颖被拉出来后 脸上严重肿胀 完全让人无法和眼前的这张 满脸是血的肿脸 和曾经舞台上名利风光的大明星 林志颖相提并论 就他的恩人们 也没有一个人发现 眼前躺在地上的这个男人 就是林志颖 复盘一下 在众人不知道林志颖真实身份的情况下 现场有几个细节 反而更加暖心和充满着人性光辉 第一 林志颖躺在路边 等待救护车前来救治时 救他的工人们将他布满血的面部 和整个人的身体 用帐篷挡住 遮挡隐私 其二 现场有中年女士 始终陪伴在林志颖二儿子身边 安抚他坐下 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而正是林志颖的儿子 淡定地给妈妈陈若仪打了电话 六岁的孩子 在眼前经历巨大车祸 爸爸又神志不清的情况下 能有如此表现 实属不易 第三 恩人们做好事不留名 尽管有人说林志颖是非常幸运的 附近有正在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 第一时间参与了救治他 路上还有路过的救护车 工地上还有可以充分灭活的水源 而在林志颖发生车祸后 不少网友也把聚焦点 放在了林志颖那辆 价值400多万的特斯拉上 林志颖家里爱车不少 且价值不菲的居多 他在车祸发生的当天 也是在去赛车场比赛的路上 对于特斯拉 林志颖以往在多种场合里 表达过他对这个汽车品牌的喜欢 还曾说 特斯拉让他重燃当车手的想法 体会到操控和驾驶的乐趣 在他看来 特斯拉堪别跑车 以往在综艺节目《婆婆和妈妈》中 林志颖就被拍到 在台北的豪宅客厅里 放置了一台赛车跑车的巨大模型 林志颖妈妈到他家里住的时候 还被儿子邀请坐进他的赛车模型里 后来不知道是不过瘾的原因还是什么 林志颖又带着老妈去真的竞速赛道上 开着赛车跑了一圈 彼时 林妈妈就已经胆战心惊了 而林志颖的前女友 女明星林心如 也曾在做客《康熙来了》等综艺节目时 回忆过她在与林志颖交往时的一个细节 就是坐着林志颖驾驶的摩托车 夜晚出去兜风 彼时 林心如形容林志颖开车 很快 很疯狂 可如今我们翻看林志颖车祸现场的监控视频 你会发现林志颖的车速并不快 光从肉眼看视频得出的初步判断来看 车祸的原因要么就是林志颖看手机 或者是被不明原因吸引 导致精神不集中 要么就是车子突然失控 林志颖突发脑部疾病 导致她无法操控驾驶汽车的可能性 虽然也有 但是从事后她在一时清醒时 还在关心二儿子的安危来看 这种可能性也不算大 有一个细节让人更加能看出来为人妇的本能 在被人从车里救出来之后 林志颖小声痛苦地呻吟着 意识仍存 她曾试图挣扎着起身 用肿得不行的眼睛找寻自己的二儿子的身影 在恩人告诉她孩子没有外伤 只是受到了惊吓后 林志颖才放心地不再挣扎 如今 林志颖仍然没有度过危险期 我们也期待事情能早日峰回路转 有漂亮暖心的妻子等着她 家里还有三个儿子在盼望爸爸平安归来 荧幕内外还有无数粉丝为她守候 曾经风驰电射的帅气赛车手 不该是这样的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